主席 主席,各位委員同仁,各位列區官員,請養護部長 委員好 部長,先生你部長,今天你來背行,基本上本來是不想來的,後來還是來的 在至少來的時候要面對問題,要回答問題 歷史的幸運,你能夠當重登文人部長,在歷史時刻的時候,你責任是非常重大的 今天只有一天的轉換,明天以後你就是部長 但是呢,剛才,我在看你們的書面報告,全部是保守了 只要照這樣的心態,再處理下去,京東整個人權以及司法制度的變革,以及危險部分,永遠沒有辦法處理 這是一個很重的問題啊,你今天來,來的時候,國會有想清楚 雖然剛才前有兩位委員會有發言,整個資助的變革,是不是慎重的? 這我贊成 法制面要怎麼修,才能完備,這個可以討論的 我們沒有預算到今天,這個能夠處理委員會,有朝委的共識 但這個一個基本開始,非常重要 這開始的時候,你的出發心啊 你的想法,完全是抗擊的話,我覺得這個永遠就是這樣,沒有辦法改變的 我今天要講這個就是說,今天我要談的問題就是說,應該回歸到憲政體制 回歸民意,要如果把轉移政議,至少在京東這一塊,能夠落實 我請問一個問題就好,解緣到現在幾年了? 解緣到現在,解緣是1987年解緣的 解緣是1991年 解緣到現在26年了 解緣了解整個台灣的整個政治制度的設計以及變革 這麼多年來,我們大家都勝利其中 我們看到國家整個要轉移 但是轉移政議,永遠沒有辦法處理好 解緣以後,本來經濟少安制度要廢除的 當然已經都這樣準備了 所有的聽法官,大家都知道 可能要回歸到憲政體制 但是,後來,那時候國安部的抗議一樣,又完全停滯下來 到今天,226年了 所以我的想法,並不是說今天整個以下一步到位 我贊成,修法要完備 但是基本的立場上,你現在這個制度是違憲的 然後部長,你認為現在這個進入什麼制度是何限了嗎? 這事情是怎麼樣? 報告委員,本人不懂的是法律的位接 但是呢,我們絕對遵守憲法的規定 你不懂法委員,我現在問你信法,你連信法都不懂你當部長 你今天要來的時候,你應該做一個工作準備啊 到底今天民進黨你提這個案 你本來是你的領權啊 你今天要來面對 跟你今天的私人報告是怎麼寫的 你全部反對,包括進入的案子也反對 進入的案子也反對 進入的案子也反對嘛 這就是你們的心態嘛 報告委員,這個大法官有釋憲,有解釋 承認我們軍事法院的審判 今天是憲法上第九條就有規定了 非憲應竟然不受竟然審判 當然有竟然審判啊 但是竟然好像不是像現在這樣的制度啊 我要回歸到憲法上來談嘛 回歸到整個國家制度來談嘛 我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這整個轉型正義的問題 曹宏宇賢最有名已經有案子 來自於江國慶報告今天洪東修都一樣 還要很層出不窮了 這些為什麼能夠都沒有辦法破壞 一些案子為什麼沒有辦法破壞 因為你省解不分立嘛 因為你成立一個獨立的司法體系嘛 現在77條你懂你懂嗎 現在87條你懂嗎 現在86條你懂嗎 現在86條你懂嗎 報告委員 詳細的那個條文 我現在要告訴你 現在77條講叫 司法院是國家的唯一司法機關 這個潛意不是你們可以分享的 你現在國防部身兼的司法院 司法院身兼的法務部 又是那個行政院 所有在你們這個體系裡面 在包庇處理 永遠沒有一個暗示 再大暗示 再大暗示都不可能破的 京東講求金氏統帥 講求是服從的 是這個制度和這個文化 我們沒有用力衝擊的話 永遠沒有辦法變革了 你下去沒有交易不要上來 好不好 所以今天要談 要回歸就是憲政 憲法77條規定已經八十條 八十六條規定很清楚 司法院是唯一的司法機關 不知道就要來省點分立 而且大法院實現實在 清法官不是法官 今天違憲違法 所以這些一定要勇敢面對這個問題 你今天做明天要代理軍人部長 你現在連民營黨其他內容 你完全都不看 你只有這樣反對 什麼現在還 中共還要福利換台 今天又講的是高度服從 你還講的是理由 什麼將來叫我們制度變革的話 是不是沒有辦法顯接接軌 包括林一方剛才講這種話 這是抗拒 這是抗拒 而且你對三十四條完全不改 那今天來幹什麼 來開啦 我沒有要求你 今天這個委員會要解決一切 但是呢 對於整個整個立法意識 以及國家制度的設計 以及憲法制度 以及國家轉型爭議的問題 要好好去看待 你要知道 今天社會上 立法院這次 這時候會開這個會 是因為我們堅持提案 我們黨本來是要反對的 現在這個社會有服務貿易 有核四 有軍中人權的問題 有大埔事件 有環北引擁斷 整個社會人量的崩放 是超過以前建議時期的崩放 為什麼啊 馬來就有允許了 因為我還沒有保守 至於萬為 整個國家現在已經全部 快要崩潰了 在這個時候 你今天明天要當部長 你還要保持這個心態 國民黨立法委還是保持這個心態 報告委員 這個政權即將被摧毀了 報告委員 你要報告以前 你先跟我講清楚 你有沒有勇敢面對這個問題 你不可以勇敢面對這個問題 你今天幹什麼 來就來來了 報告委員 你明天的就是也沒有一點意義 報告委 這個國軍是憲法的軍隊 全部遵照憲法的規定來 現在正在憲法的話 現在這個京東的什麽制度 是完全違憲的 你有沒有回歸憲法 我現在問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很清楚 整個京東的 現在的什麽制度是違憲的 你有沒有回歸到憲法 這一方面 我們要回歸到憲法的方面來討論 國軍是遵守憲法的國軍 OK 既然你要回歸到憲法的話 你今天的報告書是怎麼寫的 你的報告書是為極度保守啊 你不要口是行為啊 你再跟神明吐嚨一下 以後回去還是一樣照看 個人在立法院說話完全負責 我會盯住你的 你以後去 請委員多指教 當院文文部長 在這個整個社會的 這麽高度壓力底下 你要承擔起歷史的責任 你要去面對整個轉型 你要把這個事徹底來改革 否則以後再發生什麼案子 永遠是這樣 沈恩姐沒有辦法分立 簡單要關的法官都是你們的人 報委員我今天在討論上的討論來 就是要配合委員會 跟委員們來改革 雖然你現在口頭這樣講 那我今天要問你一個問題 你既然要配合改革的話 你對於民進黨這三個案子 提案精神判法以及 經濟訴訟法以及國安法 你的立場怎麼樣 報委員我們尊重 該委員會的討論結果 這只有尊重嗎 配合委員會的決議 那今天這個新聞報告等一下全部收回去 新聞報告等一下全部收回去 人家講的 寫的憨檢講完全不是不一樣的東西 經過討論以後 你明天要不要來備刑 明天立完有 明天是立完 正式臨時會 議員會捷徑 國防部部長要來備刑 明天就是部長 明天 還有一個會議你要不要來 明天我要出席外交國防委員會 就是在立法委員會 一樣來備刑 我希望你明天來的時候 你再想清楚一下 這整個制度要完整的修正 我們今天講求的是這個東西 當然 這個修法不是只有救三個案子 我同意 還要修 剛才六年委員所採 入海公斤醜阿法 那為什麼的話 事實上把這些東西全部要修掉 包括關緊閉 這些東西都要修掉 另外還要修嗎 要修 我們現在談的都是作用法 另外一個作用法就是 刑法125條 要去修 另外還要修什麼 因為假如是這樣的變革 但是你假如金鐘還是保守包庇的話 長官隊主持下行為還是保守包庇的話 你必須要刑法規範 要有行為規範 這樣才能夠整個事情全部露實 當然除了之外 這些都是作用法 要談到組織法 國務部組織法一定要修 一定要修 一定要修 我們很清楚的告訴你一件事情 一定要把評審暫時切割 剛才電視保講說美國會怎麼樣 美國是陪審制度和完全不一樣 美國的政治審判是陪審制度 包括被害者家屬都可以當陪審團 國外的制度你要去看看人家是怎麼處理的 你要看日本、德國部長要不要聽話 有 日本跟德國 美國是陪審制度 我希望 你明天來的時候 你的報告書是從學的 你這個報告書想明天還是用這樣的精神力場 我想當然要不要把你趕出去了 你就沒有想面對 我在最後從務 我希望你刮目 要徹底改變那個思維 修好可以好好來討論 要修什麼法都可以來討論 但是呢 你假如是一直保守什麼都反對的話 你這部長白幹 你過不了兩個月你絕對下台 你要看看現在 我是告訴你 現在民意的崩放 現在民意對於整個國家制度的看法 是不雅於 我們當年從事反正運動的時代 現在多少NGO團體 多少學生 多少婦女 全部站出來 在整個社會 這麼五大案件在糾葛的時候 假如馬英九還徹底 沒有想清楚 國民黨還是在護航的心態 坦白講這個政黨 是要被歷史洪流手衝擊的 這真的絕對會消失的 今天我在這裡也告訴國民黨的朋友 大家要共同面對歷史責任的時刻 這個時刻已經開始了 都落在大家身上 我們共同來承擔